31岁才饱受伤病摧残的他为什么还在牵持? 在NBA,伤病摧毁了太多的天才球员,他们高开低走或者巅峰过后戛然而止的职业生涯,让无数球迷为之探玩。 如果评选近15年NBA状元中最让人惋惜的一位,答案只有一个,Derek Rose。 他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演绎着极致天赋的统治力,如闪电般耀眼夺目,在韧带撕裂后诠释着坚持的意义,偶尔经验的绽放提醒着我们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关于他的一切都将成为传奇,言少成名,在NBA球员中,像Kray这样的篮球是家并非主流,大部分NBA球员都是家境普通甚至贫穷,篮球是他们改写自己命运的绝佳机会。 Derek Rose就是如此,他来自黑帮之都芝加哥,在芝加哥,枪击贩毒都是司空见冠的小事。 家境贫寒的Rose如果不想成为帮派分子,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篮球。 高中时期,Rose率领球队连续两年问鼎州冠军,成为芝加哥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年夺冠的高中球队,这使得他个人声望便已经如日中天。 大学时期,Rose在大一结束后便决定参加NBA选秀,他无疑是当年的状元大热门,即使他的竞争对手Bisley,Westbroke等人同样天赋异比,但是Rose还是毫无悬念地当选状元,而芝加哥公牛队也以1.7%的概率运气爆棚得抽中了状元签。 Rose实现了为家乡球队而战的愿景,他期待着可以比肩传奇,将后乔丹时代的公牛带回总决赛,缔造新的辉煌。 辉煌一时,拥有历史级别身体素质的Rose在NBA舞台上迅速战榜。 生涯首个赛季,Rose招出场军16.8分,3.9篮板6.3助攻的达卷,当选赛季最佳新秀。 Rose没有辜负家书父老对他的殷切期望,生涯首个赛季就把公牛带进季后赛,季后赛场军19.7分,6者3篮板6者4助攻的数据,较常规赛全面提升。 出场时间更是达到恐怖的44.7分钟,但年轻就要交学费,出路征容的Rose率领公牛,苦战7场遗憾输给老辣的绿山军。 这个赛季对于一年级新秀Rose来说是一次历练。 在10比11赛季,Rose成为整个篮球世界的宠儿。 MVP顶心续约,螺丝条款,球衣销量全球第一。 在生涯第三个赛季斩获常规赛MVP,丹河把球队带进东部决赛。 22岁的Rose已经证明了他有无穷的潜力和光明的未来,而且他用美如画的极限拉杆征服了球迷。 他的故事也传遍大街小巷,走进球迷的心中。 在2010年的夏天,没有人相信他能够拿到MVP,媒体记者们更是嘲讽他。 但在没有人相信自己的时候,倔强的Rose没有喋喋不休反驳。 他记着自己的目标,用生涯最佳的表现去为自己赢得MVP。 他会在南海暗杀出一条条血路,让公牛变成蛮牛。 让这头牛势不可挡,只因为那头牛的前面绽放着一只玫瑰。 饱受摧残,世间毫无不牢固,踩云一散流离脆。 Rose的大法师那么的绚丽,却又在慢慢消磨着他的身体。 11到12赛季,Rose对新赛季充满期待。 他认为是时候为球队带来总冠军了。 杨帆起航星赛季,不料伤病物终身。 雄心壮志的Rose不会想到伤病来得如此频繁而有猛烈。 扭伤左脚脚趾,背部痙磷等等。 一波未平,一波右脚的伤病,折磨着Rose。 他的急速变相和逆天拉杆依然惊艳,却潜伏着伤病隐患。 2012年4月28号季后赛首轮首场比赛。 在公牛领先76人12分的最后1分30秒。 Tim Do为稳妥几节没有更换,注意阵容。 在持球跳跃进攻的一瞬间,Rose毫无征兆地倒在地板上,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究还是来了。 膝盖十字韧带撕裂,痛苦到双手抱头的Rose也许明白迎接她的将是无尽的黑暗与漫长的等待。 Rose商推赛季报销,成就76人完成NBA历史上第五次黑巴奇迹。 每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欠白头。 缺席一整个赛季,在13-14赛季迎来复出的Rose不会想到。 伤病已经与她难解难分,仅仅只打了十场比赛,右膝半月板撕裂再度赛季保销。 Rose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玻璃人,各项数据全面下滑,变相不负往日迅米,突破不负往日犀利, 拉杆也不再随心所欲。 依靠身体素质进攻的Rose已经失去赖以为生的优势。 而且在14-15赛季勇士夺冠后,小秋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不擅长也不愿意投三分,伤膝盖的打法不再得心应手, 让Rose在进攻段感到无所适从。 Rose可能不会意识到属于她的时代已经如流星般转瞬即逝。 她已经成为强者为王法则下的边缘人物。 她不再是让联盟为其专门定制条款的Derek Rose, 她不再是MVPDerek Rose, 她只是NBA球员Derek Rose。 漂泊四载, 商业联盟不在乎感情, 球队利益远高于忠诚, 玫瑰凋零便是被抛弃的时候。 2016年6月, 公牛告知Rose她被交易到纽约尼克斯。 即使不情愿, 难免要离开。 从聚光灯下到一无所有, Rose没有放弃。 她仍然强化着自己, 但是却敌不过伤病的侵袭。 Rose在尼克斯遭遇左膝半月板撕裂, 再度赛起爆笑。 这样的结果就是Rose再一度被抛弃。 最终Rose的选择底心加盟骑士, 并不在乎薪资多少的Rose一心想在骑士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骑士, Rose甚至已经打起了替补, 但场均9.8分1.8篮板1.6珠共的惨淡数据, 让她对自己陷入怀疑之中。 伤病问题从未停息, Rose生涯前景似乎已是七恨一变。 2018年2月, 在骑士多方交易中, Rose被当作筹码送至爵士, 随后被裁。 曾经的MVP在29岁年纪陷入无求可打的窘境。 Rose并不缺钱, 因此她一度萌生就死退役的想法。 关键时刻, 恩斯拼不主动联系Rose, 她鼓励Rose并希望她能够加盟淋鱼苏达森林兰。 怀着对篮球的热爱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Rose来到森林囊, 但她仍旧只能打替补, 毕竟她已经不再是舰队核心和绝对主力。 赛季结束后, 森林囊续约Rose, 一年的合同已经让Rose感到温暖, 她厌倦了漂泊, 厌倦了流浪, 只想固定在一个城市一支球队生活。 彼时, 森林囊短暂的满足了她的幻想。 2018年11月1日, 让人难忘的一天, 在森林囊对阵爵士的比赛中, Rose贡献50分4篮板6主攻外加1技关键封盖。 在那个夜晚, 她成为联盟的焦点, 例如当年公牛时期聚光灯的宠儿, Rose留下激动的泪水, 她再次感觉到巅峰的状态。 但现实终究是不留情面的, 昙花一现的高光时刻过后, Rose再度回归休赛, 替补出战, 不紧要关头的角色。 2019年的夏天, 森林囊没有再次与Rose续约, 尽管此前Rose表示不在乎鞋, 只希望能够留在森林囊。 她还是被球队抛弃, 直到底特律活塞以两年1500万美元签下Rose。 她前往汽车城, 开启流浪之旅的下一站。 30岁的Rose在尔利之年来到底特律活塞。 在四个赛季的漂泊过后, Rose迎来春天, 她在场均2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贡献18.1分, 2.4篮板, 5.6主攻。 尤其是在规分赛季报销, Drumon和Rate Jackson被交易的情况下, Rose已经成为这支活塞队的灵魂人物。 她仍旧会不时受到伤病清洗, 但主教练对她的使用足够合理, 她会在某个一晚迷失自我, 得分个位数, 也会在某个一晚用绝杀或者美如花的拉杆经验球迷。 难道活塞, Rose表示非常满意, 底特律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 队员之间没有隔阂, 球队氛围很好。 31岁的Rose可以安心在底特律打球, 即使球队战绩不佳, 她依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发挥, 她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对得起球队和球迷。 八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Rose的职业生涯当然也不可能重来, 从客观立场来看, Rose职业生涯前后数据表现上的巨大反差, 很难称之为超级球星, 但总有些东西是数据无法体现的。 Rose从辉煌的顶峰坠入无底深渊后的反弹, 她面对接连不断的伤病的态度和精神, 已经超出篮球层面的意义, 她用对篮球的热爱与坚守, 对家人兄弟的忠诚, 打动着无数球迷, 她在生涯至今的12个赛季里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不服。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Rose可能是他们的青春, 他们会希望回到2012年的那个一晚, 把一切从头来过, 但时光不会倒流, 现实就是现实, 发与重开日, 人无在上年。 从19岁到31岁, 从聚能到成熟, 从豪气汉山河到生堂宫泥, 从生如下花般灿烂, 到如今的平凡之路, 她依然是球迷至爱的玫瑰, Eric Ro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